在这部视频之前,累积了三部视频,前三部视频说了十二姻缘,三系六粗,五蕴八苦,都是为了令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,发现自己向外攀岩的忘心,令忘心熄灭,让大家知道要离苦,离时间。 2024年的这段时间,已经进入了AI时代,AI时代看似已经完全超越过去,将会为人类带来崭新的世界,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没有变化的。 就是人向外攀岩的心,人的我像和我所知像,无论外境如何千变万化,心向外就是忘心,用了忘心,就是颠倒,但这部视频则是要入世间。 入世间,简单而言就是要明白世间发生的所有事,要明白这个世界事件背后最深层的原因,并且不会被世间事件影响到自己的内心,哪怕是其中一件事,若能影响到自己,那就是自己有无名未卿,仍有执念。 37道品,也可以成为37菩提分法,是一个修菩萨道的人进入世间的法宝之一,也在关心的范围内。 一心包37法,只要完全掌握,在世间形式就能没有障碍,字字句句都是政治正解。 37道品,我第一次接触37道品的时候,是来自父亲所给予的一本书。 这本书是净刑法师所编著的,佛法解脱的原理与刑法,那是大约是2018年9月。 2018年9月时,我尚未接触佛经,也不认识宣化上人,而世间中所有知识,都无法解答我当时所体悟到的境界。 所以爸爸给了这本书给我,初次阅读,感觉会色难懂,但是却极为兴奋,认为这本书应该能解答我的疑惑。 这本书,也成为我行动的准则,日夜思维37道品,十二因缘与菩萨道等等。 我今日仍记忆犹新的事,便是我将37道品实践在工作上。 37道品,便是四念处,四正秦,四如一族,五根,五立,七觉知,八正道。 其中四念处,便是观神不敬,观寿是苦,观心无常,观法无我。 四正秦,包括为生恶法令不生,以生恶法横命灭,为生善法令出生,以生善法令增长。 四如一族,包括欲如一族,秦如一族,心如一族,观如一族。 五根,包括信根,精进根,念根,定根,会根。 五立,包括信力,精进力,念力,定力,会力。 七觉知,念觉知,责法觉知,精进觉知,喜觉知,清安觉知,定觉知,舍觉知。 八正道,正见,正思维,正语,正业,正命,正经进,正念,正定。 这三十七个法门,用作修行或者用来工作,都有不同的方向,有不同的内容。 而今日,我所说的三十七道品,全都是围绕着观心。 观心也可以是修行,也可以是生活,也可以是工作,做任何事都在关心的范围之内。 因此,既是出世间,又是如世间。 整个三十七道品,就是以正念代替邪念的过程。 在前面几个视频,我们知道了动念是无明的根本。 因动念才有后面的意念相续,而且不断地向外攀缘。 那么三十七道品就有一种动念的方式,让人无时无刻都在正念当中。 这四种正念便是观身不尽,观寿是苦,观心无常,观法无我。 之所以要这么观,原因很简单。 就因为现在的人都喜欢这具身体,会一直沉溺在各种受孕上,非常的享受,喜欢观察规律。 特别是各种想法的规律,这是有违法。 是常,又喜欢将各种标签视为自己,例如我是很健谈的,我是很冷静的,等等各种的标签。 这四种现象,都是心向外的现象,着相于身,着相于瘦,着相于法。 因为着相了,要让人离这种种的像,就要观它是空的。 但是如何跟别人说它是空的呢? 很难说,那就有方便法。 就是观身体不干净,观感受是一种苦,观心念是无常的。 观种种法中没有我的存在。 等大家观到彼岸后,就能知道本来空迹。 但是一日还没到彼岸,学佛的人就一日都会有所怀疑。 对这四种法门有所怀疑,那该怎么办呢? 几乎没什么办法,因为你还没到那个境界,你信就行了。 所以需要有信根,要建立起这个基本的信根。 没有信根,就很难明白是遵之后所说的法。 大方广佛华严经贤手品第十二之一说,信为道元功德母,长养一切诸善法。 我相信能够看这个视频的人,对世尊的信都是不可思议的,而我在刚看棱严经之时,我的信更是接近无脑的状态,把自己完全清空,字字句句都不胜一心。 有了信为根,依信根之上,这种信根坚固了之后,就是一股信力。 有坚固的信力,才能建立起后面的精进根,在精进根之上。 因信力推动,相信世尊,所以会继续跟世尊学习佛法,而生长出坚不可破的精进力。 而精进的方法,就是建立念根,要日夜不断意念佛法,所以要先建立念根,让念根生根发芽。 发芽的方式,就是日夜修习佛法,所修习的内容,就是观神不敬,观寿是苦,观心无常,观法无我,这是念力。 也是七觉之中的念觉之,当念力增长了,有力量了,就能培养定根。 只是培养定根,但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定力,你对思念出的修行方法,也只是意念上的坚固。 但是如果别人跟你说,身体应该怎么保养是最好的呢? 身体如果不保养,老了就会如何如何? 各种话题都是围绕身体,如果你不能观到身体四大如蛇,身体的出现是一种业力显现,各种病痛,来分你的情况。 身体是真如自性,但身体并不是你的自性,不是常住不灭的。 若在身体上下功夫,那就是用了生灭心。 所以需要观神不敬,令真心能不受身的变化影响,因为它本来就是不敬的,它由各种姻缘和合而成。 我时常会观到,这个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细胞工厂,而我只做我需要做的事,他们想做什么,就随他们变。 若是太执迷于这个色身,心肠向外求,这都是非常愚痴的。 如果有人跟你说我看了一部电影,有各种不同的感受,他们完全沉浸在这种受孕当中,脱离不出来,虽然看电影哭得稀里哗啦,但是却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。 不断地患各种受孕,住在上面。 虽然你在观寿是苦,但也只是停留在观的阶段,业力尚未清静,很容易就会被对方的话语,令你忘心幼奇。 特别是现代的人,用各种的名词形容自己,基本上都是常态,没有人会认为有什么问题,他们都在法中寻找这个我。 所以,理论上,很难在各种言词混杂的现象当中保持定力。 所以增长念力,也就是常常观神不敬,观寿是苦,观心无常,观法无我。 除了这四种法,自然还有一切所学习到的佛法,包括五戒,十善,还有四正秦。 如果对于现代人而言,现代人的善恶观,估计会认为对自己好,对自己有利就是善法,对自己不好,对自己不利就是恶法。 那如果一个海盗团有五百人,他们掠夺无数商船,在这五百人的角度来看,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,因为对他们有利益, 难道他们就是好人吗?只要牵涉利益,必定会有一方觉得自己吃亏,而另一方觉得自己受益了,莫非从受益者角度,就能称之为他们是好人,而另一方有可能会令自己吃亏的一方,就是坏人吗? 这个答案,在世间中没有定论,但是对于佛法而言,则非常清楚,一言必知。 一切有违法,都是恶法,一切无违法,都是善法。 有违法是什么?牵涉利益那一定是有违法,向外攀缘的一切念也都是有违法,一切会使心受困的人事物,都是恶法。 我们看十恶中说了什么? 对于身的有三,杀到淫。 对于口的有四,妄语。 其语,恶口,两舌。 对于意的有三,谈臣吃。 这十恶,无不是因为心向外,有所求,有所得,住在有违法中,不能脱离。 那么十善就很简单,反过来,对于身的有三,不杀不到不淫。 对于口的有四,不妄语,不其语,不恶口,不两舌。 对于意的有三,不贪不沉不吃。 这就需要将向外攀缘的心收射回来,住于清静,只是时云未尽。 那么,要责法修行,要选择善法,不选择恶法,这便需要能知善恶,想要知道善恶。 有一个方法,只要看你的心是否被赴就知道了,这也是关心的重要因素。 只要你的心觉得被束缚,那就有恶法。 你的心能保持清静,那就是善法。 用心来责法,所以这便是七觉之中的责法觉知。 选择正确的善法去精进修习,例如五戒十善。 若能远离杀到淫妄各种妄心,自然就会觉得身心轻安,自在无比,欢喜随正念而生。 这就是精进觉知,喜觉知和轻安觉知。 只是,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成,需要日积月累的关心修行,而且片刻不能断。 每精进一分,就像储备着一分能量,不能令其散失,因为还没有得到定命。 我们这整个修习三十七道品的时候,也好像在储能量一样。 不过不是储能量,是在集菩提分。 三十七道品也可以成为三十七菩提分法。 若用来行于世间,入世间,这三十七菩提分法,就是用来帮助自己行菩萨道的。 按照以上的内容,我们所及的菩提分已经有十七分了。 不过,大家也不要觉得这好像很容易似的。 例如在十善中,有两种善,不妄语和不两舌,就已经很少人能够维持。 只要你想要为自己利益说话,就很有可能会说妄语,说点不真实的话,来保护自己的利益。 在这当中就有我及我所,我及我所是极其威细的第七十,普罗大众又怎能轻易察觉到呢? 又或者你表面说一套,背面说一套,不能言行一致。 言语之间总有弯曲心,扭来扭去,总是想隐瞒什么。 冷言经卷一中,佛说,十方如来同一道固,出离生死,皆以置心。 心言直固,如是乃至忠实地位,中间永无诸委去向。 维摩基所说经佛国品中,佛说,执心是菩萨净土,菩萨成佛时,不产众生买生其国。 可见唯有执心方能成佛,在阴地的时候就不能言行一致。 结果时又怎么会一致呢? 所以这三十七菩提分法,作为修菩萨道的助导法,可不是那么容易。 虽然这是身文成的法门,但它皆为唯一佛成而设,无一不是通达到唯一佛成。 定力,什么是定力呢? 有人可能说定力是从禅定中生出来的,有人可能说定是从戒中生出,戒定会三无漏学,缺一不可。 如果你问我的话,观心就能维持定力,当无所不观。 所观之处无所不惑的时候,因为我无所求的缘故,没有任何一念可以触衷我的软肋,因此不能转动我的心。 因为我观心观到微系之处,无所不观,所以能有这种空气力。 对于外境中变化无常的现象,能够始终如一,就像水,能够融入到了一切空间,但是却不会失去水的形态。 所以对于我而言,观心就能维持定力,而我也很相信,当每个人进入到这个观心法门,也能观一切而不惑。 当我们学习佛法,意念佛法,不断在佛法中感受到欢喜,清静之后,到了一个临界点,就能培养定根,培养定根的时候,依旧有可能会失去定力。 所以要把佛法完全取代平时的妄念,用佛法转化平时的邪念,就会生出一种定力。 这种定力能够使你在日常生活中,不容易被他人言语左右,只不过犹如用刀割水,虽然刀锋利,但也无法把水伤到分毫。 定力深厚有什么用呢?就是自在,因为外境不能影响自心,自心不随外境所转,就能影响外境,因为普通的人心都在向外攀缘。 他人看到你的心与他人不一样,就会被你所吸引。他人被你吸引到之后,对于自己而言,这里会分开两种路,一种是入魔,一种是生出智慧。 为什么有了定力会入魔呢?原因很简单,当你已经可以影响其他人的时候, 你能观察到的内心比他人威信,他人对你可能深信不疑。 而修行的过程中,不代表无谅解以来的习气能够马上转化。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气,当大家都相信你,你的话无人省察,也没有人来指出你的问题,而你却刚好被习气所影响。 想要因这种影响力,去做一些有关钱财、权力、地位相关的事情,不知不觉中被各种之间立志而来的时心所转。 一旦进入了这种循环当中,就会非常可怕。 例如你无法接受任何的批评,只要有人来反对你,你就会暴跳如雷。 有可能,你会强烈要求其他人按照你的意愿去行事,这就是入魔的前兆。 入魔了也不知道。 另一条路就是培养回根,生出智慧,这里所说的智慧。 如果直接连接到六度波罗蜜,直接连接到大成,我会直接连接到波罗蜜,也就是十相无相的境界,也就是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的境界。 那么这当然是很难的一件事,需要断除剑丝二货以及沉沙货。 但是不用担心,关心法门所关的,就是这沉沙般的疑惑。 修关心法门成就之后,就能成就波罗智慧。 这种智慧可以是一种力量,如果他人有不善的思维,有不良的思维,而站在你的面前,你凭着智慧的力量能把对方的这种思维转化。 因为到了波罗境界之后,我所观察到的,便是,大家在沟通的时候,所沟通的渠道,并不是表面上的文字,而是在无形中的世界,大家是在用双方的时运,行运,想运,或者受运在进行匹配。 这个说起来太过于复杂,所以现在暂时先不说,有了定力和智慧之后,就能修四如一族,也就是欲如一族,秦如一族,心如一族,观如一族。 欲如一族,想要有什么欲望,就有什么欲望,由定力做基础。 由晦慧来观照,随着欲望而行,升起六时,对六时念念观照而不迷。 世间上所有的行业都透过六时来成就,有了定力和晦慧,自然就能成就一切行业,而且还不会迷在其中。 欲如一族,在欲望与修行佛法之间可以保持同行,一边成就世间事,一边精勤修习佛法。 就像两部电脑,一部电脑在处理世间的事情,一部电脑在处理出世间的事情。 欲如一族,这便是定力的另一种称呼。 在修习佛法与行事监视的时候,心无所障碍,能够随时停止一切的活动,也能随时继续一切的活动。 虽然意念万千,但心仍始终如一,不求外境所动,观如一族。 我认为这种观如一族,便是透过观想来成就惠例。 例如这整部视频,其实全都是用我这个心来写出来的。 我能把当中修行过程描述得很威胁,但它并非来自我亲身修行。 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由我观想的能力去观。 观这三十七菩提分法,如果在日常修行的过程中,会遇到什么问题? 我的心需要生起不同的执着,这些执着会有它的意念相续。 接着我再以正确的法去度化这些执着,整个过程都是我这个心来完成。 所以即使在家中,尚未出门,我便能自观诸法生孽,自观诸法祭灭。 能够将诸法观至微细处,便能发现一切法本来没有自性。 它是一动念而生,而动念亦没有根本,随念消散。 因此也能成就七绝之当中最后的舍绝之。 对于过去一切所深深执着的意念,可以当下寂灭,舍去到达因无所助而生其新的境界。 根据以上所有的基础,就能成就八正道,正见,正思维,正语,正业,正名,正经济,正念,正定。 接下来的内容需要进入到世间中去行,唯有再五着恶事,才能更快地成就八正道,唯有再充满了一切烦恼的地方。 才能成就八正道,在《贤结经》和《法华经》中,我们看到其他佛的国土,那些众生动则上千年寿命,甚至几万年,几十万年,几百万年寿命。 那么长的寿命仅仅是完结了一生的寿命,而他们一生修习佛法,用了上千年,或几万年,或几十万年,或几百万年,他们所学的佛法。 其实跟我们所学的佛法丝毫没有差别,都是生文成,圆觉成,菩萨成,这三成都是为了佛成而说,所有的佛,最终都是说法华经。 其他佛国土的众生,花了很长的时间,也是学我们所学的内容,但我们仅仅用了数十年时间,就能深入横跨三世一切诸佛,都在宣说的法华经。 这么短的时间,对于其他佛国土的众生而言,就是不可思议。 所以,我们能学法华经,对于一切其余佛国土的众生而言,都是不可思议。我居然只花几个小时,或者几十分钟就想总结法华经,也是不可思议,都不知道为什么能做得到。 八正道,是正见,正思维,正语,正业,正明,正经济,正念,正定。只要是学佛的人,他都会有这八正道。 他的第八十里有八正道的善业种子,他也知道应该要行八正道。 他的佛道已经成就了,但是他的业力太重,太深,他依旧还有很多杂业,有六道业力,他有十善。 不过他同时也有十恶,他有在行菩萨道,但是他另一面也在行各种贪嗔痴之事,根据法华经方便品第二。 佛陀的说法,他们都已经成就佛道,待因缘成熟,他们与佛见面,再受教于佛。 学无量解佛法,再行无量解菩萨道,未来是必定成佛,佛过必然有成熟的那一天。 八正道反过来就是八邪道,也就是协见,协思维,协语,协业,协命,协经济,协念,协定。 对于这八邪道,我们好像能够知道什么是邪道,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邪道,那么到底什么是邪道呢? 在三十七道品里只要是违反四念处,四正勤,五根,五力,就是邪道,本来正道是观身不敬,观受是苦,观心无常,观法无我。 本来是不生恶,法生善法,善法一生令他增长,本来是培养性根,精进根,念根,定根,会根,增长心力。 精进力,念力,定力,会力,但是现在贪爱这个身体,又爱各种感受,将意念视为真实,又常常在诸法中寻我,不信佛法,而且享受作恶。 心向外,有所求,有所得,住在有为法中,有了以上的邪道,就会有六种根本烦恼,贪嗔痴慢疑为其中五种,只要是为了满足贪嗔痴慢疑而生出的各种思想。 语言,行为,就是不正见,这里加起来,就是白法明门论中的六种根本烦恼。 有贪嗔痴慢疑,就会有财色明实睡,为了财色明实睡而生出的努力,定力,都是邪道。 换个说法,只要是为了财色明实睡,为了六时欲乐而生出的一切行业,全都是八邪道。 我再将这两个重点说清楚,只要是为了财富,色深,名誉,美食,睡眠,为了眼时欲,耳时欲,鼻时欲,舌时欲,身时欲,意时欲,建立在这些追求之上生出的一切行业,都是八邪道。 这么说来,其实世界各地所有的时间法,全都是八邪道,因为他们对外境皆有所求。 但是只要他们听过阿弥陀佛四个字,未来就必定成佛,只是他们还没有学习佛法。 他们不知道要修行佛法,不知道一切欲乐都会仗毙自己的清净心。 我们不需要去抱怨这个社会,也不需要去干涉其他人的业力和姻缘。 我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业力中,将有关自己的所有业力转为清净业力,令与自己有关的人内心得到安稳就行了。 因为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人,全都是修行道路上的菩萨。 未来成就佛国的时候,也是他们来护持佛法。 将有关自己的所有业力转为清净业力,令与自己有关的人内心得到安稳就行了。 这句话是菩萨道,若要在世间能行八正道,必定是在行菩萨道。 行菩萨道,要能观察到什么是正见,什么是邪见,什么是正思维,什么是邪思维,什么是正语,什么是邪语,什么是正业,什么是邪业,什么是正命,什么是正经济,什么是邪经济,什么是正念,什么是邪念,什么是正定,什么是邪定。 观察到,才不会受影响,观察不到,就会被外境所转。 一切言语,一切行为,一切思想,都在观察的范围内,自己要随缘而行,能深入观察所有的四言行,并且要仔细观察他们每句话背后的来龙去脉。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判断什么是正,什么是邪,只要那件事,对你有益,那就邪。 只要那件事,你做完了之后,没有后续,你不需要对方回报,你也什么都没得到,那就是正。 正邪就是这样来分,有所得为邪,无所得为正。 我们的自信宝珠本来就具备一切,不然我们怎么看得到眼前这一切呢?又怎么能听到那么多的声音呢? 这本来就是自信里的财宝,一切佛所说过的境界,也都是自信里本有的,无需外求。 因为要行八正道,那我们所有的言语,就要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说,要能安抚他人的内心,做无谓不失,这是正语,正见,正思维。 我们努力工作,不断付出,不求回报,在工作中,能够以身作则,让他人知道如何保持内心清静,这便是正业,正面。 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,也许会遇到不少同事在抱怨工作,他们都在为己,他们心处烦恼中,我们便需要用一些话语,转移他们的注意力, 例如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,能够学习到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,学会令团队变得和谐。 这里需要长期意念佛法,这是正经济,需要将对方的邪念转成正念,用正念引导对方,自己也需要以佛法来作为自己的定力,不能轻易受对方所转。 为了能够在工作中精进修行,我们就要将37道品运用在工作中。 对于身体,仅仅只是用来工作的工具,身体要能听自己的指挥,不能贪睡,贪吃,在工作上不免会有各种感受,这些感受刹那消失,因为它无常,无我。 对维持工作进度中不好的思想,我们不生,对工作的抱怨将它熄灭,还没想到工作中的好处。 我们要想起来,已经建立出来的好的工作态度要维持,这是四正勤。 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胜任一切所委派的工作,对于工作的内容,要精进不断的日夜思念,我们要保持定力,消除一切,有可能会令我们丧失工作欲望的想法。 我们要培养足够的智慧来维持自己的精进力,我们要在精进工作的过程中,感受到持续不断的喜悦,充满正能量也令我们得到清安,愉悦的感觉,因此,也加强了我们的精进工作的定力。 为了这份工作,也能很果断的舍弃,一切与工作无关的事物。 三十七道品也可以放进一切行业,兴趣中,按照以上的过程,都可以成就。 大家自自然然就会在精进工作的过程中,自己总结到许多工作法则,但它的根源都是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惠力,无一不会离开这五根五粒。 因此,三十七道品,是助道法,它可以用来吉普提分。 我在第一次接触三十七道品的时候,就已经将它融入在工作中取行,不光是三十七道品。 所有学到的佛法,我都会用在工作中。 以上的行为,需要自己有非常扎实的佛法基础。 在世间中需要不断地一佛念佛。 一旦在世间中行佛法,便是在行菩萨道。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,必然涉及不失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,而行这五度波罗蜜。 皆为圆满般若波罗蜜,圆满了般若波罗蜜,之后就要圆满方便波罗蜜。 还有圆波罗蜜,离波罗蜜,至波罗蜜,这全都是关心的内容,所观的都是众生心。 所以接下来几部视频,就是六度波罗蜜的视频。